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枪枪三人行 为什么现在老被雷劈呢 我真是弄不明 我听说你们家也 我们家就被雷劈了 羊排 我自己第一反应就是恶贯满盈 我说我这做什么事 想想真是很多人都对不起 我说怎么会被雷劈 但是我那天看到 一个农村里的一个农民 就赶这个牛车吧还是什么 跟老婆回家呢 哗啪一雷把他抛到一帐开外 昏迷过去 老婆哗哗哗哗哗醒过来 继续再赶车 哗啪又一个雷 又抛到一帐开外 老婆把村里人都叫来了 死了 连续两次 我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解释这个车子的事故 无论如何是三大原因 人为的操作的这种原因 B 机械科技的原因 C 自然的原因 就是不可抗拒的 比如说雷 他说要是人为的原因 过一阵整顿好了 我还敢做 要是机器的科技的原因 修好了改好了我还敢做 对 要是打雷的原因 那我永远没法做 对 因为这个鸣 千年一探 对 天打五雷轰 你怎么办 是吧 而且从古至今 将来一千年以后还会打雷 不不不不不 你这说的极端了 这有点文学化了 比如说 就说雷击这件事 他有对付的办法 我又要举这个据说 因为这个日本的新干线 他已经是40多年运行 至少没出过一个死人的事件 这里面他一定是有一些经验 我们可学的 因为他是一个台风区 他的那个干线 他就是一边是火山 一边是海还是怎么这种 所以他必须要研究这个雷击的问题 据说他们就研发出来一种 就叫什么复链什么 就是我理解就是双层链子的更重的 这种防雷网 防雷网 这样他就不会说很小雷 或者很小的台风 那我们的高铁为什么不引进这个呢 正在研究 我听说已经这个 这就是出了事以后 事后的反应 据说中国的是上海什么哪的 就你们上海的哪个 铁跟写道物相关的专家在研究 咱们这个学习的代价总是太高 教训总是非常的血淋淋 对吧 你但是呢 你从另一方面来讲 那你像昨天徐老师也讲到 中国这个铁路吧高铁吧 发展到这一步 也是不容易 可是呢 我的意思说 不能因为一次事故 就对整体的这个高铁的这个事业 但是我觉得呢 真的是 你看看 为什么咱们就 我就老说这个咱们的国家呀 现在要不说国家领导人 在国际场合上说的很对啊 就要看到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 你可别以为你已经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对吗 你是现代而没有化吗 对吧 你现代没有化吗 对吧 现代的道具你是有了 可是这个化 化 要化到人的血液里 你就说我就联想到一个 又我也讲一个很具体的 我身边的一个事情 让我联想到硬件 我们走在前头 软件拖在后面这感觉 就是两个有一种不对称 就我就因为我是常年游泳的哈 我就在我们家这个北京的这个附近 找了一个有游泳池的小区 这是一个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啊 就是里面都是一些就是小资们 买了房的有会所 这会所的游泳池也建的非常好 我觉得比我在纽约 我是在一个大学的游泳池里游 比那个游泳池要好 你知道周围都有花啊 摆的什么涌道也很宽啊 什么上面还有那种敞开的顶棚啊 但是在里边游泳的人 你就看出来这个不一样 他明明是比如说他四个游到 应该是有快到有慢到吧 没分的你知道吗 我每次一到游泳的时候就发现 这里面的这个人就是乱穿的 他根本不按这个 比如我在大学的游泳道 他是分的细到了一种什么慢 中慢快极快 然后休闲他分的不同的 然后呢所有的在一个游到都顺时针 都这样游 就是都在都沿右侧游 这样你不论你人多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一个游到里有四个人 他永远不会撞到的 你知道吗 然后你会慢自动调整 而我在这个高尚驻台区 咱们这北京的小 永远是只要有三个人 马上撞的一塌糊涂 而且这些人我相信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收入相当高的 他才能在这游泳你知道 然后大家就撞的一块 而且没有任何人来干预 没有比如这个救生员应该在旁边 比如在在美国 那他马上就会来指出了 有一套科技会跟着一套文化 对 咱们只学机器是不够的 没错 就是落后文化指挥先进去 全世界关注的把那个车头 起重机砸碎埋在土里这个镜头 就又挖出来了 这个真是太搞笑了 因为因为常识都知道 对啊 第一事情还没查清楚 这里边有证据 对不对 有很多证据可以查 人死了 病因还没查出来 怎么能火葬呢 对不对 第二 它这个科学实验的极好机会 你对将来的要不要绑带啊 这个车撞了以后 里边的车厢里面设计 做怎么样改进啊 这是绝大的 而且赔偿要付很大的 结果他们就糊里糊涂把它 我估计他们并没有想了那么多 他们的理由是说 里边有很多国家机密 要赶快埋起来 啊怕人痛气 那还想叫想的不能想的太多了吧 这叫 什么国家机密 所以你说这个思路 这是很奇怪 他那个发言人说的 不是说那个就是现场有泥潭吗 救援不方便 我们就把车头埋在里边填满泥潭 不管你信不信吧 反正我是信了 他就而且他的预期就是说 你们大概也应该信 我觉得这个就是觉得大家脑袋都是泥潭 是不是 是是 将冠文化 你知道吗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 你知道吗 我们也都有那种粗枝大叶 这个就是你就他我就觉得 要不说学学西方 还是很多你可以学的地方 你就说这个处理 我就跟你讲 英国铁路网络公司 2002年5月发生的波特斯巴火车出轨事故 被判罚款300万英镑 我们刘海若 我们凤凰卫生那个刘海若 就是那次出的事吗 英法院判定这个事故的原因 是轨道品质问题 铁路维修公司承认 违反了铁路安全法规 并宣布破产 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代价 你再看就扎老师老说日本新干线 日本新干线44年运行期间 只发生过两次脱轨 一次是2004年的地震 从东京开往新干线脱轨 一次是2010年两辆维修列车脱轨 天灾一次人祸一次 人员零伤亡 就没有死人的 44年来死于新干线的大型哺乳类动物 只有一头母熊被撞伤 被撞死了 一个母熊 你知道我就跟你说说 新干线不说 日本不是没有死过人 死的比咱们这次人还多 死了107个人 伤了几百个人 有一次是什么女性专用车 2005年 他的那个叫轻轨吧 轻轨 他那个列车 转弯的时候 转弯的时候 说是这个20多岁的年轻司机 没减速还是107卖什么的 蹭一下整个车托飞了 飞到楼里边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他2005年 但是你就看他们的这个处理 你看这当时是这个事故的这个 对到那楼里去现场 然后你再看下边 他是整个的这个铁路公司 就是要给这个国民谢罪 要给国民谢罪 然后你再看 就是山崎社长和公司主要干部 引救辞职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被收缴了 一部分的这个年薪 最后他们不是以这个司机 实职为满足 他们调查出来 说沿线没有安装监控超速行驶的 自动刹车系统 所以说不光是靠司机 是冒失 你还有个自动刹车系统 他们发现这是根本问题 然后你看再看当时的这个图片 这个就是完了之后这个铁路 日本政府和铁道公司 每年的这个时间都要在现场 为死难者举行这个追悼会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惨案 这个JR西日本公司的社长 都要带主要干部 每年都到这个现场 来这个祭奠 当然这个巨额赔偿就不用说了 然后你再看下面那个照片 这是为了警惕 在事故发生的现场 永远留下了一个命 就是说这个铁路要把人命当回事 然后受害者和家族组成的团体 一直多年负责跟铁路公司交涉 定期举行心理治疗活动 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 然后这一起扶植山线脱线事故的惨案 导致日本政府和国会修改了铁道事业法 规定各铁路公司必须安装这种自动列车 停止装置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扎老师什么感想 我就是感想看到刚才有一幅图片 就集体鞠躬 我觉得我们就是的确是要理性的 在这种出事的悲痛的时刻 也应该理性的看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 不能说这个处理没有任何进步 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王永平 他还拘了一躬呢 这在以前我们还都是不可想象的 对吧 他表示哀悼 因为当时我看了那个实况 因为当时提问的人是幸存者 对 有一个幸存者 是一个记者 他说我就是 因为大家讲的这个事情很杂乱 他就他就跑出来说 我就是当时里边的人 所以那个发言人就跟他鞠了一躬 但我就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学习 是不是也能像我们在硬件上 技术那种大跃进那种高速 能不能再速度快一点 比如说这种新闻报道的透明度 然后这个官员把这个人命 当放在第一位 而不要把这个对我们高铁的影响 对我们形象的影响放在第一位 这种这种态度上的调整 这其实是一个深度的调整 这种软件的学习 我们我觉得速度还是太慢了 不是说没有进步 他居了一躬 他开了新闻招待会 而且我也确实在这种主流媒体上 也看到一些事实的报道和争论 包括对这个出事的原因的追踪 还要什么 整个这个事情呢 因为中国的上上下下全社会 从汇川地震以后 积累了一套处理灾难的经验 灾难发生既是一个负面的事情 同时又从正面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 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 电视台的大量采访 然后明星反而得到凝聚 领导的威信反而提高 这个经验的这些年在反复的重复 包括矿难了 包括很多的 这次呢 基本上也还是沿用这个经验 但是这次的事情 跟以前的天灾不一样 这一点就会 因为以前的事情 哪怕飞机灾难 灾难原因是无可指责的 余下来的就是 当然也有那个学校啊 盖的怎么样 那是比较偏次 主要原因是无可指责的 可是这次大家最关心的 除了人命 除了这个事情本身 这些人拿多少钱 收50万 可以早点解决问题等等 这一类具体的平息 民心民风的外 更大的问题是整个铁路 因为天天在跑 每天多少万人都在里面坐 你这个事情不给的说法 你让我们做的领导也好 群众也好 小孩也好 都是人命 都是平等的 对 我们有权利要知道 这是发生了个怎么事情 你这几天过去了 到现在为止 不能把它就变成 又变成一种危机公关的 一种技术问题 这种学习 我就意思又是浅层面 还回到那个灵魂的问题 就走得太快 最后失魂落魄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你听我说 事情一点都没调查 撤掉上海几个官员 这个不是在处理事情 这是在平息民愤 原下来四天到现在 我们现在不 我们全中国人民 有这个权利知道 几点几分撞的吧 撞的时候前面车在移动吧 是电子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吧等等 你说这一点要求过分吗 这次我倒是真的对微博这种就是人肉搜索 这个名字不好听 但是我觉得真是有点肃然起敬 就是这种信息 就我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微博上先报道出来 一个新的官员掉来 我的本能的第一个反应是说 哎不错呀 先上海铁路局的三个高官啊 撤职局长党委书记还等等撤职 马上掉来一个新的 但是马上你就发现这个微博媒体很快 动作就搜索这个这个人新掉来 哎发现他是交际铁路的调度长 你的感觉马上不一样 微博不得了啊事情撞之前 8点25分有个微博说 这个车怎么像蜗牛一样这么慢啊 不要出事吧 那就证明了25分还没撞 40多分就微博说出了事情了 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最早的报道是0点多 4个小时以后 你看微博在4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把这个 所以现在有了微博 你除非全部封死 否则的话 你整理以后再报道事情 这样一种传统处理危机的方法就不行 而且所以说他们说现在是微博倒逼 就是倒逼解决倒逼改革 微博倒逼改革 而且这种众生喧哗当中 我觉得确实有愤怒也有理性的 比如说他就有理性 马上告诉你就说温州市委这次表现就不错 和铁道部的官员在里面围住现场不让掉 不让就是说马上这个车头的 掩埋车头公布死亡 这里面都有争论的你知道 然后马上这个网民就表扬觉得看到了这个温州市委的态度 是尊重要保护现场 调查真对调查真相非常有利 然后这样里面有一些争夺 这都都反映出来了 甚至说温州那个特警队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大家就撑他 大家就赞他 不光是骂 当然当然不光是骂 而且你要相信民众 而且这个微博比什么记者都能打听到所谓专业的意见 你看我光是看这个我基本上就明白 他这个调查最后这个结果没法弄严重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猜仅就我看到的 那么你现在说铁路有本身就有一个信号系统 叫做闭塞空间 这上面都是信号站 这个铁轨是导电的 传递信号 所以这个是原设计本身 比如说6公里之内 7公里 7公里之内就不可能 有一辆车在另外一辆车就不应该进来 那辆车红绿黄灯就得停车 哪怕是出了事故 那么红绿黄灯不亮了 那他也得停车 对吧 好这是一重 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系统自动的 这又是一重 还有一重 即便这玩被雷劈坏了 那么人工调度 怎么可能7分钟之后 你不通知下一班 所以你最后这怎么聊 不是你怎么说呢 你将来要拍个电影 这个几分钟发生的什么事情 不是黑匣子在那 不过我跟你讲 你仔细发现 所有这些安全保障系统 都是纠错机制 就是当一环出了问题了 另一环来补救 一环出所有的先进科技就这样 这跟很多我们人为的事情一样 就是说没有谁可以保证 任何人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对的 但是一个好的system就可以说 你今天你99件事情对的 你这一件不对 啪我就纠正你了 这样我们大家就安全了 要是整个这个系统 你看这个思路就是怎么安全 就是怎么纠错 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至少有三重保护 结论就是说只有三重全部不work 这个事故才能发生 事情坏不再错 而这一为了掩盖这个错 犯更大的错 所以说这个提速提速啊 最后还真的是欲速则不达 咱老想千里马了 但是实际上也得唱唱马儿啊 你慢些走马儿慢些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过还是真神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怎么 昨天还前不是说前两天 北京半夜里这个冰雹 劈里啪啦 然后他说上海都七月飞雪了 这个真是很奇怪啊 你在散布一种什么颜色 这弄的人心慌 我听了就是迷信的这个感觉 我曾经留言就专家说了 这是一点不奇怪啊 这正是这个夏天出现的强对流天 气热的空气向上走 冷的空气相遇 最后形成这个这种现象 科学范儿的河 这就是理性和非理性来打架了 怎么说当年我们的豆河渊呢 他是不懂科学 所以他就就六月 但是确实你看六月份 自从这个金户高铁开 就头五天就出了六次是故障嘛 这是跟气候有关系的吗 都是因为就是你看 雷雨天气多了 我跟你说就跟前一阵北京 跟赶时间有关系 因为本来金户高铁按正常的计划 是2011年年底才能完成的 我上次在香港做节目的时候讲 我当时完全没想到 我就搞不清楚 但是现在不过一个月 就出了这么多事情 那个石器平我也看他 他也做了个评论 他说目前中国的问题 是追求数量追求速度 追求数量速度就是多快 当初那个口号叫多快好省 多快好省 这个次序本身有问题 但现在呢在这个次序上 第三个好呢被省略掉了 省就省掉了这个好 但这个省字还在 我这次碰到上海的官员讲 上海那个大楼着火 115着火 他外面这个叫聚安支啊 就那个保温的那个东西啊 据说北京那个沈阳 那个着火都是那个东西 你知道那个东西啊 本来应该是防火的 阻燃的 但是阻燃是要花很多钱 高成本的 你钱一花少了呢 他就是阻燃的 哦 反的 你明白没有 所以省是有人在省的 对吧 阻燃 而且他一阻燃以后 他那个毒气 他两三分钟就把人去死 对 所以你知道这上海 现在惩罚了很多官员啊 判刑啊什么 找电焊工的问题 问题是 装了这种保温材料的楼 到处都是 是 你怎么办 现在已经 这个我跟你说 你再不加强怎么办 你不做事后的补充装置怎么办 我一直就觉得这几个 在这四个字啊 多快好省 这四个字 他可不是亲兄弟 我老跟我们这领导说 我说你说你多快省 他怎么可能就好了呢 我真是不明白 我就现在最近想起来二十多年前 我跟我爸的一个争论 就是说到底什么能最终改变中国 就是让中国更好的意思 他是搞哲学的 爱谈这种大问题 他说经济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呢那时候文艺青年 我说文化 后来过了二十年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呀 我觉得哎呦我爸是对的 最近我突然开始觉得 说不定我们这些文人 受文人教育长大的强调文化 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最终从深层的层次来改变中国 但是我也给你提供一些现代答案 微博 微博也改变 微博也改变 微博就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 哎 你说的 这是人在利用科技 就是先进文化跟先进生产力 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座 三个代表 啊 你问我啊 新老师 新老师 微博网站就给你了 好